教育部最新核定的大專院校 學士 壽博士班 一百零六年度招生名額 將會減招九千八百四十人 創下記錄 而其中 台大的學士班 也會減招十七人 少子化衝擊 明年大一新生 將首度跌破二十五萬人 教育部核定的大專院校 學士 碩士博士班 一百零六年度招生名額 減招九千八百四十人 創下歷史新高 其中中華大學被減招四百九十八人 是大學學士班最多 接下來依序是首府大學和真理大學 技職體系部分 遠東科技大學遭減五百二十九人 其次是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以及南開科技大學 下一步會針對學校 如果註冊率低於七成以下 我們會去扣他的招生名額 連續兩年 註冊率未達七成 我們就會按比例去扣 減招之後有些細索 甚至只剩十幾個學生 而這一次減招 有第一學府支撐的台大 也被減了十七個名額 台大校方低調回應 教育部要砍 學校也只能承受 但有台大教授直言 這根本就是針對性濃厚 減少名額對台大來說 反而提升教學品質 但根本解決不了少子化衝擊問題 後段班的私立學校 我們明明知道這些辦學辦得不優良 應該就讓他逐漸有退場的機制 而不是到了今天 我們覺得讓減招 讓公立大學來減招 或者另外一個更離譜的是 公立學校跟公立學校合併 我們要退場的是私立 不良的私立學校 但是現在反而讓一些不搭嘎的公立大學 要搭配著併 台大教授建議 少子化早已是趨勢 應該提早規劃 教育部也坦言 明年核定的減招人數 確實還是砍太少 明年將加快減招腳步 記者需要張國良台報導